周主任 我什么也没说 他们又是威胁 又是利诱 我心都没动 周主任 我跟检察院的小吴 独职金权检察处那个 吴处长 我跟他说了 我们周主任啊 一心一意干大事 肯定要得罪几个小人呢 你们这么盯着他没道理啊 我还跟他说了 上次那个匿名诬告信 查误实据 那就是诬陷 你要真能这么说 还算你有良情 是是是 这也是这阵子 您跟茂财同志 教育挽救我的结果 逞前毕后 治病救人 主任 有个事我搞不明白啊 今天是吴处长来了 叶子经跟张国静都没来 您说这是叶子经的主意 还是吴处长的意思 这 您没得罪吴处长吧 也就一般了解了解情况 没什么大了不起 主任 我 我写的检查材料您看了吗 哦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 不错 蛮深刻的 我在你的材料上签了字 正准备明天跟茂财说呢 你的问题啊 也就到此为止 是 处分的事啊 以后再说 喂 喂 子经啊 修丽啊 你吃饭了没有 正准备吃呢 这样吧 你马上 开车出来 咱们到老知青酒楼吃饭 不见不散啊 好的 一会儿见 贵律啊 不好意思啊 仔细请客 你一个人吃吧 啊 老房 这样 明天啊 张宝才好好谈谈 啊 关于你的工作问题 你得让我好好想想 你看既不能亏待了你 也不能给大家留下话伴 你说呢 嗯 对 那今天就这样吧 主任 我 我 走吧 嗯 哎 国警啊 你不要说了 我必须和周修丽谈谈 再做做她的工作 这个时候请她吃饭 不太合适吧 怎么 你还怕我 向周修丽通风报信啊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说 我不想再把你 推到第一线上去 我也想回避啊 可回避得了吗 我跟她是老同学了 要是真能劝她 走上坦白自首的道路 也是好事啊 好了 就这样吧 不说了啊 你们各就各位 连续作战 好吧 别送箭啊 好 别送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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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走吧 你们怎么又来了 什么都别说了 去检察院 我得上去说一声去 哎 我得上去说一声去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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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来啦 那当然了 等了老半天了 珊珊来迟啊 我没迟到啊 怎么 喝白的 你这个还是这个 老白杆啊 好 牙还要不要了 当年都练出来了 秀玲 先喝点茶吧 来 还记不记得 当年我们学哲学小组 记得 我记得组长就是那个齐大头嘛 他现在好像在 驻英大使馆吧 人家去年就改派美国了 现在都升为参赞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最近跟他有联系 是听王川公说的 王川公啊 去年率谈访问美国 是大头接待的 有意思 现在想想 我们当年真是滑稽 都清楚那样了 还操心国家大事呢 一天到晚的开会 什么非尔巴赫 什么德国古典哲学的 最后终结 真是可笑 是啊 不过那时候学的 现在都用上了 是啊 吴处长 我说你也挺忙的 大家都忙 就别浪费时间了 周主任的事 你们该找谁找谁 反正我不知道 作为一个正派的国家干部 我必须实事求是 就你还正派的国家干部呢 我问你一句 你正派吗 你实事求是了吗 我正因为过去 没实事求是 我今天必须要实事求是 我重申一下啊 我跟我们周主任 是在工作中 有些意见和矛盾 但是我不能 因为这些意见和矛盾 我就诬陷我们主任 谁叫你诬陷周修丽同志了 我们现在是要谈谈你的问题 我 我的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啊 想腐败都腐败不了 又谦虚了吧 方清明同志 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 你腐败的速度比较惊人啊 手段也十分的恶劣 据说 铁公鸡从你手里过一下 也要掉一层铁蟹子 这是造谣 污蔑 手段的卑鄙 说明了目的的卑鄙 别叫 别叫 有话好好说嘛 方清明同志 你的问题 你自己心里清楚 周秀丽和城管委也很清楚 作为我们呢 也十分清楚 所以我劝你 还是要走坦白从宽的道路 你看 我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是不是从你做办公室副主任 开始说一说 这是 这是造谣 这是卑鄙呀 很卑鄙这是 喝一口吧 真辣呀 好久不喝它了 都十几年了 你说说 没喝这个老白肝酒了 是啊 想想 最可笑的还是王昌公啊 张嘴就是黑肝 闭嘴菲尔巴赫 那时候 我还没有对他有什么感觉 不对吧 狗皮帽子事件以后 齐大头和黄国秀 早就发现你们 在月下散步呢 是啊 别瞎启哄啊 根本就没有 那个时候 他是做我的思想工作 教育挽救我这个 还可以挽救的落后女青年 是啊 你被人家教育挽救过来了 可是呢 王国秀伤透了心了 得了 你别听他瞎屏了 那时候他就瞄上你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谁啊 呸 我跟你说吧 我跟王昌公是什么时候好上的 是在抓反革命谣言的时候 如果我不是某领导 遗嘱的传播人 当事人 我就没有那么多故事了 哎 说说 我真的不太清楚你的段故事啊 反正又没别人 说 都这么多年了 那时候 这不他把所有人 都替我们大家担下来了 我特感动 我也特佩服他 就赶到江城 那个水利工地去看他 你 你 记得那是个白雪矮矮的夜晚 他回来送我 就那样 一切都合乎清理的发生了 就那样 一切都合乎清理的发生了 来 来 喝酒 方清明 咱们别绕了 我今天把话给你说透了 你做办公室副主任期间 利用职权 大肆谋私 经济问题相当严重 后来 你这些情况 被周秀丽和城管委的同志知道了 你心虚了 就不跟我们配合了 知道的情况 也故意不说了 是不是 我承认 我是利用工作之便 贪了小便宜 又谦虚了吧 方清明同志 我告诉你 你这可不是贪小便宜的问题 这是贪污犯罪的问题 方清明同志 我告诉你 不要以为谁会保你 我跟你透个底 根本没人保你 人家都希望你进去 要不 咱们换个地方谈谈 我请反贪局的赵局长跟你聊聊 别别别 吴市长 是 刘茂才 向你们检察院报案了吧 方清明 这个问题你该问嘛 是是 好好交代你的犯罪事实 是是是 我我承认 我是利用工作之便 贪污了 单位的小车维修费 还有接贷费 一万三千块 这就对了嘛 方清明同志 你的问题很严重啊 你的问题可远不止这一万三千块钱的接贷费 据城管委的通知反映 你这个人贪得很呀 恨不得把整个常山市的银行都搬到你家去 这是污蔑 是刘茂才跟周兄弟传统好了整我 他们当面说好话 背后下毒手 他们先在城管整我 整完了我再把我报检察院 我他们又上当了 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 那个夜晚竟然被王昌宫给待望了 人家很快就结婚了 我更没想到他会来咱们常山当市长 秀玲 你能跟我说实话吗 我跟你有什么不能说的 你对王昌宫有没有怨恨 有没有 怎么能没怨恨 你知道吗 他让我的人生变得一塌糊涂 我三十多岁以后才错调了规律 这个怪物 王昌宫来常山做市长的时候 我的怨恨情绪是最大的 你知道吗 还记得省委主持的那次 党政干部大会上 我一看见他 在台上那意气风发的样子 我就暗暗下了决心 我只跟他保持工作上的来往 绝对私底下不跟他有任何接触 是吗 旧情人 新市长的召唤 你抗拒得了吗 怎么办 姐 你以为我还是那个天真的女知青吗 不 秀丽啊 这些年你给我的印象一直是 既神秘又浪漫 真的 真的 是 改革时代 不相信眼泪 后来 我终于又跟他见面了 我告诉王昌宫 我现在很自豪 我也很骄傲 因为是他的选择刺激了我 我通过 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一个女工 成长为城管为主任 我得感谢他 我得感谢他 可社会上 有不少说法 那你说说 怎么回事 那我可以告诉你 根本没有 全是胡说八道 来 是 有人表面上看挺好 可总是暗地里捅刀子 我听多了 根本不怕 要是把我惹急了 算了 不说了 来 都过去了 高处长 我不隐瞒了 看来我也隐瞒不住了 那我还不敢 不敢披 可是汤文林 他是周修丽一手提拔起来的 这不批不行啊 所以就批了 当时他们就怕出事 所以就让我签了字 修丽 说真心话 对马杆时代的王长公 王是你 我也很佩服 我不止一次地和黄国秀说过 王长公的胆略和气魄 是许多男人身上都没有 说得对啊 这个男人关键的时候 就是能挺得住啊 不扶不行啊 不过也得看什么事 王长公在那个时代 为国家为民族 为了你周修丽 当然了也为我们插队知青 他能挺得住 真的 非常好 可是现在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的小圈子 甚至为了一些独职的干部 还这么倾身而出 弄不好会害了他自己 你这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因为咱们是老朋友 我是为朋友担心 哎 紫禁啊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 我想问问清楚 你们是不是还在查我呢 方庆明又跑到我家来了 他说这个 读治清权检察处的吴处长 又找他谈话了 要他启发我的问题 怎么 你是准备冲着王长公去吗 是不是陈汉杰同志受益的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样想问题 吴处长和方庆明怎么回事 我不太清楚 就算你被查 也跟王长公陈汉杰 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根本不存在 谁受益的问题 不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吧 王长公跟陈汉杰的矛盾 人所共之啊 这个 常山的干部群众 会产生丰富联想的 秀丽啊 我真的希望 你能理解我的一片心呢 来 紫禁 我可是糊涂了 人家说我跟王长公 有说不清的暧昧关系 其实说你的人也不少 说你跟陈汉杰之间 也有说不清的关系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谢谢你 你看看 是不是你也不舒服吧 没有 没什么不舒服 真的 真的 是这样 紫禁我们干到今天 通过自己的努力 都不容易 是不是 是啊 我们女同志之间 是不是应该 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呢 秀丽啊 说实话 这些年我们彼此都不容易 可是秀丽 我们之间不仅仅是一般的同志关系 对不对 我们是校友 还是差友 所以感情更深一步 你说呢 是啊 所以 我希望你能给我交个识点 秀丽啊 怎么说呢 不要硬挺下去 该说的话 还是主动说清楚 好吗 不是 我 我不明白 到底 说 说哪方面啊 不是 你把我搞糊涂了 一切一切 只包不住火 吴师长 周秀丽 打电话催办门面房那个电话呀 我想起来了 他很确凿 那天啊 我在那个宣传科 听见刘茂财呀 攻击领导 他说我们周主任啊 哎 我立即就汇报去了 吴师长您知道这种证可以抓现行 我一进门看见我们周主任正在窗户前 打电话呢 口气好像还挺强硬的 那天穿的那个 反正挺那个的啊 我听他说呀 你想啊 他要是没点问题 没收苏阿福的好 他能打这电话吗 他能那么独职 谁无力洗澡啊 那么 你能不能把苏阿福送监的细节 再回忆一下 嗯 那天 我是上我们周主任家去汇报工作 我先到的 到了没一会儿 苏阿福就来了 子清啊 你不愿意说我绝不为难你 但是我必须把话说清楚 我人正不怕影子鞋 像方清明这种小人 什么时候都有 还记得我们插队的时候 有个从省城医中来的 叫崔医鞋子的 这种小人还记得吗 啊 他到处去打小报告 黄国秀打狗不就是他告的吗 是啊 可是 话也说回来 就算是捕风捉影 未必都是空穴来风 我毕竟比你大几岁 作为老大姐 我再劝你一次 如果真有什么事 主动说出来总被被动 让人家说出来好 哎呀 阿姨子清啊 你是信不过我呀 有你和长工省长这样的朋友 天天给我做连证报告 我就是想腐败 能腐败得了吗 来吧 放心吧 修理啊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心情 和一片好意 来 这是你最爱吃的 多吃点 你不就是说上次那件事吗 啊 我理解 这个方秦林追着你的屁股后面 要告我 要诬陷我 你怎么办 啊 简传院又不是你们家开的 我理解 修理啊 你能理解就好 我今天在这里吃饭 我们是朋友 明天到了检察院 我就是检察长 大家的眼睛都盯着我 有线索有举报 我不查行吗 嗯 怎么 你们有新线索了 你听我一句话 你要理解 哎呀 哎呀 我听出什么呀 修理 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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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 是 我 老板 您看我有什么变化没有啊 有什么变化 江山依旧 老板 您仔细看看嘛 我已经旧冒幻心炎了 小婧 你这头红毛是怎么回事 老板 你别这么激动好不好 我激动什么 我是愤怒 别愤怒 别愤怒 就全当给咱家添了一景吧 还添一景 你妈看了这一景 估计又该心旷神怡了 那是 走在大街上人家会说 瞧 叶俭的女儿酷毙了 是酷毙了 说 这头红毛花了多少钱 哦 老板 我正要汇报呢 不贵 才一百八十八 是 一百八十八 嗯 怎么样 给我追加点经费吧 做梦去吧 你真省 老板 你奖励我的二百块钱 我都用完了 我还欠了同学二十块钱外债呢 我要早知道是这样啊 那两百块钱我都不该给你 哼 我今天 跟你说的所有这些话 你明不明白 我明白什么 怎么就不明白 我不明白 我不就是负个领导责任吗 我没推卸过 我从来都没推卸过 你知道吗 你那是独职 都还你 你知道吗 你那是你 我什么心里 是这问题吗 我对你怎么样 啊 即便就是独职罪又怎么样 你知道那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 唐书记林市长 有没有独职罪 他们算不算独职 那是别人的问题 我怎么了 我现在说你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你怎么说的和真的似的 啊 我有什么 秀丽 你是不是真的糊涂了 我糊涂什么 我糊涂什么 你怎么这么糊涂 感情不能代替法律 你懂吗 我告诉你 我并不想跟那个人过不去 我更不想跟你过不去 但是我作为一个 常山市的人 我过不去 检察长 我注定 要跟任何犯罪嫌疑人过不去 包括我的家人 你听好了秀丽 我不管你是不是我的朋友 或者是我多年的老同学 甚至是我的亲人 我都没有办法 你怎么说的和真的似的 当然是真的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心里是清楚 我怎么了 你没完没了 什么叫没完没了 我现在是苦口婆心地在劝你 你只是摆到红门烟是不是 什么叫红门烟 你老实告诉我 我没这个意思 我们是老朋友 你去做吧 你就去做吧 我当然要去做 你真是否真是一样 你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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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会不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我已经走上了不归路 如果你还是朋友 只要你抬抬手我就过去了 我现在赌的就是你这份友情 秀玲 你怎么这么糊涂 友情不能代替法律 我不想和任何人过不去 更不愿意和你过不去 可身为常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我必须要和一切犯罪嫌疑人过不去 无论你是不是我的朋友 是我多少年的朋友 子芹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来 紫荆 看看你女儿啊花一百八十趴 染了一头红毛 还敢让我给她追加经费 去 找你妈说去 妈 您看老爸 说愤怒就愤怒 神经不正常 是你爸神经不正常 还是你神经不正常 不好好修理修理他 我没这心思 你怎么不正常 子芹啊 今天 请秀丽吃饭怎么也不叫上我呀 让我也骄傲一位 我看你 国秀啊 你觉得秀丽是不是个贪财的人呢 你怎么想请问这个 我看还好吧 怎么了 又有人举报他了 这么说 你今天给秀丽摆了场鸿门宴 吃得不轻松 我倒是想给他摆红门宴 只可惜捂了半天见 人家愣装着没看见 有这么严重吗 子芹啊 对秀丽可要慎重啊 毕竟被动过一位了 吴处长 这么说 严子清方清明已经突破了 是啊 张姐 这个方清明啊 还真有意思 以为周秀丽报了案 严子清也挺有意思 以为退了休就没他的事了 好 好 你们别着急 咱们一个一个地说 二位领导 案情呢有了重大的突破 据汤文林交代 严子清方清明证明 周秀丽呢 的确是为苏阿福那片 违章的门面坊 向钟楼区城管委 打过几次招呼 涉嫌滥用职权 并且有受贿的嫌疑 所以我们研究一下 现在认为 必须立案居传周秀丽 别别别别 该立的立 该传的传 你们就按规定办吧 叶剑 是不是 先向王胜长做个汇报啊 向王胜长做汇报 陈检 你是不是想派领导的马屁啊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长弓同志 毕竟是事故处理 领导小组的组长 再说人家 陈检提醒得对 是要汇报 那么这件事情就由我 去向市委请示汇报 好吧 好 紫荆同志 具体的细节就不要多说了 你们是检察机关 必须依法办案 我和市委都知道了 对 对周秀丽 是传 是拘 你们自己决定 好 唐书记 咱们检察院 要抓周秀丽了 是啊 很突然 而且 紫荆同志说 有可能拘留 可是 唐书记 周秀丽一抓 你我都划过去 划过去 你我要是划过去了 那不知道有多少 独知受贿的腐败分子 也跟着一块划过去 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 公安机关 目前正在紧张地 抓捕苏阿福 这 是 苏阿福还活着 所以啊 谁 都别想再做华头梦了 是叶子竟让你们来传我的吧 周主任 就别问这么细了吧 你们知道吗 昨天晚上 这个伪君子还请我吃饭 还在一起 续旧情呢 这事儿 和我们的传讯 无关吧 那好 请你们稍等一下 我还有工作需要布置 这事儿 我还要给你交代清楚 冒财啊 你过来一下 关于今天晚上检查量化的事情 我还要给你交代清楚 永强啊 今天叫你过来 永强啊 还有个情况要跟你交个底 事实证明 紫禁同志和常山检察院失火的定性 是正确的 昨天 政法委田书记向我汇报说 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研究后 也是这个意见 长公同志的招呼 打错了 这么说这个叶紫禁能量还挺大的 这不是能量问题 是是否要实事求是的问题 王省长 他不会这么轻易认账了 事实如此 常公同志怎么会不认账啊 不对 唐书记 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 放火变成了失火 苏阿福死而复活 现在又抓周秀丽 王省长不希望发生的事 现在都发生了 请 请坐吧 你好 请注意一下时间 周主任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规定 我接受传讯的法定时间是 十二小时 十二小时以后 我得去工作 去突起检查城市量化问题 周主任还真是工作狂 在这种时候还没有忘记工作 那当然了 我不像有些人 自己不干工作也不让别人干 竟在自己同志背后 打黑枪下黑手 吴树长 我们开始吧 抓紧时间 好的 周主任 不过我也要提醒你一点 传讯的法定时间 为十二个小时 但是如果检查机关 对被传讯人 做出了刑事拘留的决定 那就是十四天了 好像对我 下刑事拘留的决定 不那么容易吧 有事吗 周兄弟传来了 一见面 就和吴树长顶上了 挺硬气的 听说 他一路上都在骂你 很正常嘛 怎么了 怎么了 叶姐 你看这事 是不是向王省长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还用得着跟王省长解释吗 那是不是和王省长先通过气啊 还用我们通气啊 我估计王省长已经知道了 坐吧 刘茂财同志啊 请你说清楚 到底是拘留还是传讯 王省长 现在不清楚 但是周主任担心 这一去就回不来了 哦 那么 朝阳跟永强同志 知不知道 王省长 这 这我真的不太清楚 好 我明白了 朝阳啊 啊 请你通知一下小林市长和周修丽 让他们明天到省城来 我要听一听 常山市容整顿情况的汇报